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请了双方关系比较好的亲戚都来见证我们的幸福 现在他们都还等着我们出去敬酒 他现在却整这一出 闹着玩吗 我努力压住心里的怒火 宋暖 你在和我开玩笑吗 今天可是我们的订婚宴 你要为了其他男人逃婚 此刻宋暖刚换好休闲妆 脸上都是烦躁 你烦不烦啊 我都说了有急事 周宇白今天要去检查身体 必须有人陪 而且今天只是订婚宴而已 又不是结婚 你有必要那么认真吗 两句话向无数坚真刺进我的心脏 在他眼里 我真心付出的就像垃圾一样肮脏廉价 这么不值得珍惜吗 我挡在他面前 再也安耐不住心里的怒火 周宇白检查和你有什么关系 他家里人是死亡了吗 要你一个有夫之妇去陪他 送暖气的脸色涨红 江明轩你有病吧 人家哪里得罪你了 你要这样去诅咒他家人 还有 我给你解释过无数遍了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 他遇到困难 我肯定要帮助他的 又是这些话 我已经记不清他这些话 说过多少遍了 每次都是以朋友的名义 做着超越朋友关系的事 而且这次明显就是周宇白 故意要毁掉我的丁婚宴 到头来我还成了坏人 可笑至极 你今天要是走了 我们也结束了 我紧紧盯着他 试图他脸上看到一点悔意 哪怕是一点也好 只要有一点 我和他就还有可能 可是现实是残忍的 他脸上都是怒气 没有一点悔意 我不想和你争 你太不理解人了 说完他狠狠推开我 摔门而去 门被他甩得 发出了很大的响声 迟迟未散去 如同我的心里的疼痛一样 久久没办法散去 我终究是比不过 他的青梅竹马呀 在昨天晚上 我是特别兴奋的 因为想着第二天 终于可以和宋暖订婚了 宋暖反而没那么开心 看得出有心事 我问他怎么了 他也不说 只是一直看手机 他的手机是从来不会让我看的 因为他说每个人都有隐私 所以我从来都没看过 本来昨晚我也没想过看他的手机 但他去洗澡的时候 手机又发来了微信 从屏保上 我看到是周宇白给他发来的 暖暖 我现在有些睡不着 你能不能陪我聊聊天 看到这条消息 我脑袋里就像有颗炸弹 轰一下就炸开了 我知道他和周宇白关系很好 可我不知道 他们聊天竟然到了这么亲密的程度 亲密到睡觉都要聊天 亲密到叫暖暖 显得我的存在是那么的可笑 我准备打开手机看一眼 可是却显示密码错误 我也是那时候才得知 原来宋暖告诉我的密码 一直都是错的 可他忘记了 之前我还录入了指纹进去 他忘记删我的指纹了 所以我还是成功地打开了手机 刚进去就是微信的页面 置顶的是周宇白 没错 就是周宇白 我不可置信 让我眼睛看了一遍又一遍 都是同样的结果 那一刻 我不知道自己在宋暖心里 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 到底谁才是他的男朋友啊 点进去周宇白的头像 我看到只有今天的几条聊天记录 很明显 之前的都被宋暖删除了 周宇白说 暖暖 我有些胸闷气短 明天我想去医院检查身体 你能陪我吗 宋暖回他 好 明天我陪你去 再接着就是周宇白刚才发来的那条微信 我的注意力全在他答应周宇白的那条微信上 宋暖很清楚第二天是什么日子 他却还是答应了周宇白 怪不得刚才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这时宋暖也洗澡出来了 他笑着说想到明天的订婚宴就开心 还说和我五年的爱情长跑终于要结束了 他笑得很开心 好像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他一边答应周宇白 一边又对我说这些话 和他在一起了五年 那一刻我突然看不透他了 我想大声质问他和周宇白的聊天记录 想问问他到底什么意思 但我忍住了 因为心里突然有了个想法 那就是测试宋暖会不会在订婚宴上抛弃我 想看看五年的感情 抵不抵得过他的青梅竹马 如果他选择我 我之后都会好好对待他 但如果他选择周宇白 我不打算和他继续下去 我会离开这个地方 毕竟变了新的人是拉不回来的 所以我一直忍耐到今天 现在我也已经知道了答案 我整理好情绪 再次出去的时候是一个人 所有人都纳闷地看着我 我爸妈和宋暖爸妈 都在问我宋暖去哪里了 我一句话都没说 走上台拿过了话筒 今天是我的鉴别宴 请大家吃好喝好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都唏嘘不已 互相讨论 估计在想 为什么从订婚宴 变成了鉴别宴 宋暖爸妈着急问我 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 果不其然 周宇白发朋友圈了 每次宋暖过去找他 他都会发朋友圈 故意拍到宋暖的身影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看到 这次发的时间 是在上一分钟 发了一张宋暖 在给他铺被子的照片 最幸福的是 就是心爱的女孩 给自己铺床 看到这条朋友圈 我手机都快捏碎了 去医院检查身体 就是在他家里检查室吗 我把这条朋友圈 拿给了宋暖爸妈看 他们的脸色一下就变了 阿姨急忙解释 明轩 你别生气 这次是宋暖的错 我和你叔叔 去把这个臭丫头找回来 我阻止了他 让他没有必要去 这件事和他们没有关系 我也没有想过 要找他们闹 这一切都是宋暖惹出来的事 这次也是事他亲手推开了我 现在的我已经看明白一切了 男女之间根本没有纯洁的友谊关系 宋暖和周宇白亦是如此 周宇白是去年留学回来的 宋暖当时非常开心 还让我和他一起去接周宇白 从那时候开始 他和周宇白两个人经常待一块 在一起的时间 甚至超过了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 每次周宇白找他的借口 也非常拙劣 有时候是身体不舒服 有时候是出车祸了 还有更离谱的是说 热水器坏了 让宋暖过去帮忙修 一个大男人 让一个女生过去修热水器 任何人听了 都会觉得很离谱吧 可是宋暖不觉得 他觉得很正常 还说什么 周宇白刚回国 只认识他 他一定要去帮忙的 他贴心的 就像是周宇白的女朋友 而我什么都不是 订婚宴是我忍耐的最后底线 我实在受够了 这次就让我给他和周宇白疼禄 第二天一早 我就去了宋暖家 宋暖还没有回来 家里只有叔叔阿姨 看到我过去 老两口着急的 一直给宋暖打电话 可是都是关机状态 我让他们不用打 因为我今天不是来找宋暖的 而是解除婚约的 我告诉了叔叔阿姨我的想法 他们沉默了很久 最终还是答应了 比我想象中的要顺利的多 阿姨说 他很喜欢我 但宋暖不争气 不注重自己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毕竟这一年多来 宋暖做的事 他们两个也都看在眼里 他们也帮我劝过 可是有什么用呢 宋暖还是坚持自己的 说和周宇白只是朋友 只是朋友而已 无所谓 现在他们无论是朋友 谈恋爱还是怎样 都和我没有关系了 做完这一切 我回去的时候 妈妈问我 明轩 昨天你说的见别宴什么意思 我告诉她 国外有个认识的朋友 邀请我过去做副总 待遇前途都很好 妈妈脸上都是诧异 你之前不是说不去了吗 而且你这一走 多久才回来啊 我叹了口气 本来是不去的 但待遇太诱人了 几年内没有回来的打算 其实我没有对妈妈说实话 之前我说不去 是因为宋暖在国内 而且我和她马上又要结婚 但如今婚约取消了 没有必要为了不重要的人 放弃自己的前途 给朋友打电话 说我又要去的时候 她很惊讶 因为我当时很明确地表示过 我不会去 而且我这人一般做了决定 不会反悔 不过她没多问 只是笑着 快来快来 位置给你留着呢 我订了当晚的机票 因为我实在太想离开 这个充满和送满回忆的地方 待在这里 每一分每一秒 都会让我会想到 她和周宇白做的那些龌龊事 那种感觉实在太窒息了 下飞机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了 手机上有很多个未接电话 有爸妈的 还有送暖的 她还给我发了很多条微信 你怎么把手机关机了 不就是订婚中途走了 你有必要这么生气吗 江明轩 你怎么这么小气呀 看到消息内容 我恨不得把手机给砸碎 她总是这样 从来不会意识到 自己做错了 总是找理由 说是我的错 如今我不想看到 任何关于她的信息 所以把微信和电话都拉黑了 接着我给我妈回了电话 她很快接起 明轩 宋暖刚才来咱们家了 她闹着找你呢 我一边走 一边按太阳穴 我不明白 宋暖做这些的异议 之前走得决绝的是她 如今纠缠的人也是她 我和她已经不可能了 以后她再来 你就说 也不知道我去哪里了 我妈有些自责 可是妈妈已经说漏嘴了 没事 她就算来找我 我也不可能和她复合的 她做的事 我这辈子都没办法原谅她 电话那头 突然传来了宋暖的声音 她好像在求我妈 把电话给她 听到她的声音 就让我想到 她逃婚那天的模样 她为了别的男人和我吵架 逃婚 一点都没把我放在眼里 所以我直接挂断了 我不想再和她 做无所谓的交谈 毕竟没有任何作用 机场外面 朋友已经等着我了 她叫林九 是我的高中同学 性格比较豪爽 像个男孩子一样 以前我和她可是扛把子 只是后来她出国留学 联系也就少了 直到前段时间 她主动联系我 让我来这边做副总 看到我 她第一件事 就是递给我一根烟 欢迎江总的加入 她笑得如阳光下的花一样明艳 和以前一样 性格豪爽 我只是接过烟 然后跟她上了车 刚上车她就和我寒暄 你不是说你要结婚了 怎么舍得抛下人姑娘 就过来这边了 我坐在副驾驶 愣了几秒 最终还是告诉了她原由 我和她分开了 因为订婚宴上她 为了别的男人逃婚了 此话一出 林九震惊地 开车都偏了一下 我去 你这有点炸裂啊 说着 她硬是把车停到一个烧烤摊边 点了烧烤和啤酒 让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说给她听 本来因为刚才在机场里的 那个电话 就让我心里堵得慌 有个人能听我说 我也正好想释放自己的难过 借着酒意 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诉她了 我和宋暖 是从大学时开始在一起的 那时候的我们发誓 一定要在一起一辈子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宋暖的心里 好像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了 甚至快被周宇白 占据她的整个心 之前我用自己好几个月工资 给她买了一块手表 那块手表不仅昂贵 还非常难买 不过为了她 我还是想尽办法买到了 花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 我以为她收到后会很开心 很喜欢 没想到 她转眼就把这手表 给了周宇白 为此 我和她吵了一架 质问她为什么要给周宇白 她说 一块手表而已 你有必要这么小气吗 一块手表而已 我小气 在她眼里 我送给她的礼物 是那样的廉价 不值得珍惜吗 随随便便就可以送人 而周宇白 随手给她买的一条 不知名的项链 她戴了整整一年 当时还发个朋友圈 她说 第一次收到项链 非常喜欢 下面好多人都评论 是不是男朋友送的 而她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我也问过她为什么 她说 大家都知道 你是我男朋友 有什么必要解释呢 好 我信了 可是后来 项链甚至都褪色了 她都舍不得摘掉 为此她的理由是 宇白给我挑选了好久呢 如果我摘掉了 她会很伤心的 周宇白就会伤心 而我就是石头做的 我不会伤心 不会心痛 在她眼里 我就是无理取闹的那个人 而周宇白永远是那个对的人 她不会做饭 但她会努力 去学来给宋宇白做饭吃 而我从来都没吃过她做的饭 她只是说 宇白身体不好 只能吃家里的饭菜 卫生一点 一口一个宇白 好事亲密 我让她和周宇白去过日子 她又不答应 还说我无理取闹 那只是她的朋友而已 我气得得出去住了几天 她又来找我 明轩 我只爱你 心里只有你 你不要和我冷战好不好 只爱我 我可从来没感觉到过 她一颗心 都扑在周宇白身上了 所有人都看得出 只有她不承认 说没有 809听到这些后 气得咬牙切齿 肉串的的木签 被她一下折断 狗男女呀 是我的话 老子得把那男的大谢八块 一直以为 只有女生才有绿茶 原来男的也有 所有人都看得出 宋暖对不起我 只有她本人 从未觉得对不起我 这一晚 09陪我喝了很多的酒 以前总听人说 喝酒能忘记烦恼 确实是这样的 喝妈了以后 脑子什么都不会响了 09喝得脸色微红 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今晚就当是你的单身派对吧 过了今晚 以前不好的回忆 通通消失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她说的对 我不能再揪着不放了 应该想开一点 今晚 我会彻底和以前告别 后来09给我找了个房子 和她在同一个小区里 她还带我参观公司 熟悉了工作流程 这天早上我刚下楼 就看到了宋暖 她站在单元门口 还在低头看手机 看到我 她才急忙冲过来 拉住我的手 明轩 你怎么不和我商量 就突然出国 我一把甩开她 声音冷淡 你父母应该已经告诉你 婚约解除了的是吧 如今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去哪里 好像不需要给你说吧 她脸色有些难看 不就是订婚 我中途走了吗 当时宇白是真的身体不舒服啊 没人去照顾她 你别闹了好不好 她又想重新拉我的手 对我一下躲开 我闹 她要不要听听她在说什么 订婚宴上 未婚妻因为别的男人跑了 她竟然可以说 成是我闹 我再也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闹 送的你搞清楚 到底是谁闹 那天订婚 是你中途要走 亲手毁了我们的订婚宴 我在帮你回忆回忆之前 我托人好不容易买到的手表送给你 你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给了周宇白 你把我的礼物当什么了 垃圾吗 而她送给你的路边摊项链 你从来都不舍得取下 还有 在我面前你就说不会做饭 在周宇白面前 你就什么都会是吗 甚至是我们的订婚宴 也要为了她抛弃我 头一天她给你发的微信 我都看到了 发现完这些 我眼睛已经通红 每一件事 我都清清楚楚记在心里 从来没忘记过 我想不通 不明白为什么 我用真心对待宋暖 她却要这样对待我 她急忙解释 明轩你听我说 不是这样的 我真的只是把她当朋友 手表只是暂时给她用 做饭是因为她不会呀 你说的项链 我都给你解释过很多次了 是人家的心意 我不可能认了吧 还有订婚那天 我也给你好好说了 我真的只爱你呀 我自嘲地笑出了声 你的爱太贵重了 我可不要 嘴上爱一个 心里还爱一个 让我感到恶心 她又哭了出来 卑微地祈求 明轩 别这样 你和我回去 我重新给你办个订婚宴 好不好 肯定比之前的还要好 她话都还没说完 我就打断了她 够了 不用再说什么了 我是不会和你回去的 说着 我绕开她准备离开 却在单元门外 看到了个讨厌的人 是周宇白 她也来了 准确来说 是送暖带她来的吧 好恩爱呀 走到哪里都不分开 我都还没反应过来 周宇白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我面前 明轩 都是我的错 和暖暖没关系 都怪我毁了你们的订婚宴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她一副可怜的样子 让我想到了林九说的话 真是个绿茶 一个大男人还给我玩这套 她以为是在后宫吗 我吃笑一声 看都不想看她一眼 我从不原谅贱人 宋暖突然冲了出来扶她 眼底都是愤怒 江明轩 你太过分了 宇白都跪下和你道歉了 你还不依不饶 我不依不饶 所以错的人是我吗 那你的意思是怎样 让我也要和周宇白道歉吗 宋暖死死瞪着我 对 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 我捏紧拳头和她确认 你确定要和我给她道歉 她毫不犹豫地点头 还一边低声问 周宇白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笑了 刚才还在说爱我 现在又在关心别的男人 在这快餐式爱情的世界里 真诚显得尤为可笑 反而是那些绿茶深的人喜欢 我看着周宇白那张假惺惺的面孔 强忍着住恶心 对不起啊 周宇白是我耽误你和宋暖了 祝你和宋暖今后好好在一起 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 我故意咬中字眼 这一刻 为宋暖跳动的心彻底死去了 曾经我和她做了那么多亲密的事 袒露过那么多次心扉 最后又闹成这样子 这种感觉真神奇 让人无法呼吸 心隐隐作疼 宋暖脸都气绿了 江明轩 你什么意思 这次我没有继续和她纠缠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她也没有追上来 应该是安慰她的宇白吧 走出去 林九的车刚好停在我面前 上车后 她好奇地看了一眼单元门口处 那俩人谁 透过车窗我看到周宇白已经被宋暖扶起来了 两个疯子罢了 林九笑了一声 启动了车 那你还真是倒霉 一大早地就碰到疯子 之后几天 宋暖没有来找我 这天林九带我去见了客户 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看我感情不顺 所以才让我弹成了这个大单子 让我开心开心 林九开心地跳了起来 她说如果今天不是你 这单子肯定谈不成 你喝酒太厉害了 把人家张总都和服了 说起喝酒 还是因为宋暖锻炼出来的 曾经她一次又一次伤我 而我只能靠喝酒发泄 为了庆祝 我和林九去买了好菜好酒 没想到在楼下又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宋暖此刻正蹲在单元门口 抬头看到我和林九的时候 脸上立马充斥愤怒 好啊 江明轩 你这么快就找到新欢了 她冲过来就要打林九 幸好我眼急手快 抓住了她的手 别在这里发疯 我从来没见过 宋暖如此失态的模样 这不是她的性格 而且她不是喜欢周宇白吗 看到我和林九走在一起 为什么反应又这样大 她眼睛通红 我那么爱你 对你真心真意 你就是这样对我的 江明轩 你还是人吗 我刚想说话 林九抢先一步出声 你确定是真心真意 我猜的没错的话 你就是宋暖 宋小姐吧 周宇白 是你情人没错吧 听到这话 我有些愣着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而宋暖眼睛中出现了慌乱 说话都结巴了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她已经没了刚才的气势 说有事想走 林九一把抓住了她 拿出手机从收藏家里找到了几张照片 我用余光看到 那是宋暖和周宇白抱在一起 在酒店里 我脑子一瞬间如同晴天霹雳 虽然我猜到过他们会做出这种事 可真正看到我还是没办法接受 心就像被人紧紧攥住脑袋发昏 原来我的真心给了这样一个脏的人 他曾经还骗我说只是朋友 这就是朋友都搞到床上去了 林九说 上次在单元门口看到过周宇白 觉得很眼熟 很像他曾经的一个同学 于是便去调查了一下 这一查 果真查到了就是他曾经留学的同学 上学的时候 周宇白的名字是叫杰克 所以之前他没认出 而他手机里的照片 是周宇白前段时间在同学群里发的 林九叹了口气 接着说 上学的时候 周宇白就是个花心大萝卜 谈了很多个女朋友 认识他的同学都知道 他只是喜欢玩女人而已 所以宋小姐 我劝你还是重新好好审视一下你的男伴 宋暖一下崩溃了 气不成声 不 不是这样的 他在胡说 明轩你听我说 那次是他喝醉了 我送他回家 然后他逼我的 他哭得眼睛通红 拉住了我的衣服 我从未觉得他这样恶心过 怪不得他之前怎么都要逃婚 原来和周宇白早就是情人关系了呀 而我还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 我努力压制住自己的情绪 闭上眼睛 不想看他 宋暖 你离我远点行吗 下一秒 我感觉到他的手松开了我的衣服 对不起 明轩 我真的不是故意背叛你的 我不想再听他说任何一句话 拉着林九就上楼了 本来今天是个很开心的日子 可全被宋暖扰乱了 回到家里 我心里那股闷劲都还未散去 林九打开了酒 给我倒了一杯 行了 上次不是说过这些事过去了吗 别难受了 喝点酒忘记烦恼 我看着他 问了一句 林九 你说这世上有真爱吗 曾经我也以为和宋暖可以是一辈子 会结婚 会生子 可现实真的好残忍啊 五年的感情 从头至尾都是个笑话罢了 如果可以 我宁愿从没遇到过宋暖 林九沉默了几秒 然后抬头看我 眼底是我在宋暖那里 从来没见过的真诚 他说 有 有吗 可是我从来没感觉到过呢 我以为宋暖就此放弃对我的纠缠 可他并没有 甚至天天都来找我 为了躲开他 每天我都要在林九家待到很晚才回去 找不到我 他就换各种电话号码给打来 有一次我还在和客户谈生意 一个陌生电话打来 我接通才发现是他 他哭着说对不起我 让我原谅他 我一句话都没说 直接挂断了 后来不认识的电话 我都不敢接了 宋暖找不到我 又去找林九 去林九家门口守着 他在门口不断敲门 明轩 你出来好不好 我知道你在里面 我真的错了 我已经和周宇白断干净了 他的声音很大 我怕影响到其他住户 所以准备出去 林九一把拉住了我 他说 你想不想让宋暖彻底死心 我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此话一出 他脸色竟有点微红 我的意思是 我可以假装你女朋友 让宋暖彻底死心 这样他也不会来纠缠你了 宋暖在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大 我也觉得 他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和他一拍即合 手拉手出去了 门口的宋暖 眼睛都哭肿了 头发乱糟糟的 看到我和林九拉着一起的手 哭得更厉害了 明轩 宋暖 别再纠缠我了 我们真的不可能了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打断了他要说的话 把我和林九拉在一起的手 举了起来 他擦了擦眼泪 努力地扯出一丝笑容 明轩 你在和我开玩笑对吗 我知道你只是在赌气 跟我回国好不好 我已经和周宇白断干净了 也让他把那些朋友圈删除了 我们重新开始吧 说着说着 他哽咽的声音越来越小 这又是何必呢 一开始 是他自己选择周宇白 背叛了我 甚至和周宇白发生关系后 还一直欺骗我 而且我给过他机会的 只是他自己从来没珍惜过 我也笑着 我现在只爱林九 林九也说了一句 宋小姐 请你不要再纠缠 我男朋友了 宋暖整个人都瘫软在了地上 嘴里喃喃着 不 不 我拉着林九进了屋子 隔绝了他的声音 没过多久 我通过猫眼 看到宋暖已经离开了 从前 都是我跟在他屁股后面 像个狗一样 这次我彻底放下他以后 心里也终于释怀了 不过这次还多亏林九 我回头对他表示感谢 不知道 何时林九看我的眼神变了 莫名地多了一分柔情 他笑着说 不用谢 他平时都是大大咧咧的 和我称兄道弟 看到他这样 莫名地有些肉麻 后来的日子里 宋暖真的没有再纠缠我 再次得到他消息的时候 是临近春节的时候 我妈说 宋暖把周宇白告上法庭了 告他强倔 还有非法散播照片 但是因为当时 周宇白拍了视频 里面显示 都是宋暖自愿的 只调查到 周宇白确实在 非法散播淫秽照片 非法交易 所以 他只被判刑 三年有期徒刑 宋暖因此精神有些恍惚 时不时还去我爸妈那里 哭着找我 因为周宇白 把他的照片和视频 散播到了国外各大网站上 国内的警察没法管 得知这些 我不觉得怜悯 我认为 这是他活该 毕竟当初是他自己选择 和周宇白私混 才导致了这种结局 也让我趁此机会 看清了他的真正面目 我也告诉了 林九这个消息 他也说他们是活该的 都是因果报应 说完 他还约我出去爬山 我当时就有点疑惑 怎么突然去爬山 他只是神秘的笑笑 你来就对了 后来我如约去了 他说的那座山 还没走近 我就看到了草坪那里 搭建了一个大舞台 有气球 有玫瑰花 我正好奇 这是谁要告白吗 走近就看到林九 穿着裙子站在舞台上 周围还有很多公司里的同事 在起哄 江总 今天你有福了哦 我早就发现 你们有问题了 哈哈 我脸色一下 有些发烫 即将发生什么 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台上的林九 眼神如同春水般柔和 流露出深深的温柔和柔情 他拿着话筒注视着我 第一次很正经的对我说话 江明轩 上高中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了 可那时候我们都还小 我就想等到考上大学 对你表白 可是那时候 已经有女朋友了 所以我就出国了 一直等你到现在 现在你也是单身了 我喜欢你 你愿意给我个机会吗 他的脸和高中时候的 那个林九不断重合 那时候的林九 经常和我开玩笑 他说江明轩 你如果以后找不到女朋友 可以给我个机会布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根本没搭理他 此刻的我 心跳都在加速 其实这段时间以来 我和他相处 也让我对他有了好感 但因为经历过一次 失败的爱情 我很害怕 林九抱着玫瑰花 一步一步朝我走来 如果你和我在一起 我会忠诚于你 爱你一辈子 和你一起到老 不离不弃 他走到我面前的时候 递给我花 眼底都是期待 最终我还是点了点头 在场所有人都在欢呼 林九激动地哭了出来 我主动拥抱了他 他说 我从没想过 会和你走到一起 这一切 就像一场梦一样 对啊 我也觉得 自己近来发生的一切 像梦一般 梦醒了 我也应该开始 自己的新生活了 我和林九回国了 我们的结婚典礼 也定在春节前面几天 酒店依旧是在之前 我和宋暖订婚的那一家 因为林九说 想要弥补我之前的遗憾 之前的亲戚 再次来见证我的幸福 我和林九在门口迎客的时候 还有亲戚和我开了笑 明轩 这次确定是结婚宴了吧 我笑着点头 下一秒 我就看到了不远处 穿着之前订婚服的送暖 他今天还特地化了妆 盘了头发 他一步一步朝我走来 看到我 眼泪挫不及防地滑落下来 明轩 我把周宇白送进监狱了 以后不会有人打扰我们的感情了 你能不能和我重新订婚 我和林九的手十指紧扣 笑着看向他 欢迎你来喝我和我老婆的喜酒 份子钱就免了 说完我递给他一张请柬 还有一份伴手礼 他手都在颤抖 还是接过了 随着主持人的宣布 我拉着林九上台了 爸妈也非常开心 给林九包了一个很大的改口红包 随着我和林九一起叫爸妈的声音 我看到台下的送暖 默默离开了 以后都各自安好吧 后来听说送满去各个地方做捐款活动了 还都是以我的名义 这之后 他还给我邮寄了一封信 里面只有一句话 他说 明轩 我对不起你 余生我只想洗清自己身体 看完以后 我就把信撕碎了 林九很惊讶 问我怎么撕了 我只说 我已经有你了 这些东西应该断得干干净净净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